开发人员应该是没有打开的 所以以后你就 家有电脑就持续一直开着就好了 OK 因为你可能 再来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你其他同事开发人员有没有打开 如果他是打开的话 表示他有学过了 是不是 不然的话没事不会开启这个东西 之前我听有同学说他会来上这个课 是因为他身边的所有同事都有开启 而且都有按钮 只有他没有 所以他一定要来上课 OK 所以这个变成一种风气了 你如果不会那就 OK 好 那接下来特别注意 接下来就是Visual Basic 那这个环境先稍微介绍一下 建议是第一个 你就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调整的方法 我想应该是很基本的 视窗 把它移来移去 建议是把它稍微缩小 放在一边 将来可以移动它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模组打开的话 可以直接从这边点两下 可以把它打开 如果你要关闭的话 请你不要关外面 关里面这个 它就关闭了 开启的话 从这边开 OK 那不相干的东西 就是说你没有必要不要乱关 像之前有同学是不小心把这个关了 把这个也关了 那就整个都没有了 那没有之后的话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后面就没办法做了 所以特别注意 他想说完蛋了 这怎么办 他就把它关掉 想说会不会打开又恢复了 打开还是没恢复 所以怎么办 他就很悲剧 结果就想说心情不好 是不是要重灌了 其实不用 其实你只要记得在检视里面 有一个什么 专案总管 就从这边开始 他就模组看到了 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反正以后开其他 如果你不小心关闭 没有关系 就是慢慢习惯 这个操作 专案总管 那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模组 你就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那你不需要说一直插入模组 因为之前有同学 好像因为被那个属性视窗吧 遮住了 结果他不知道他有没有 他就一直插入 然后呢 又不小心可能又没看到 又遮到 又一直插入 所以他有好多个这个模组 所以其实目前大概只需要一个 因为现阶段 没有那么多程式让你写 所以记得 你只要模组一 所以把模组二跟三 先把它移除掉 按右键移除就可以 要不要汇出不要 就一个就好了 另外有同学也是插入好几个 就这边写一点 那边写一点 这边写好几个地方 就重复了 他不知道到底写哪边去 也找不到 所以目前只要一个就可以 那首先呢 我们接下来 来看一下那个 有关门号 怎么撰写 所以刚刚讲过 门号这个程序 当然你可以从云端上 复制贴上 可以执行它 但是如果你要从头写的话 特别注意 游标放这边 插入程序就可以 千万不要 游标放这边 插入程序 按不下去 也有同学发生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游标放这里 它当然没有办法插入程序 游标放这里就可以了 插入程序 把它自打上去 门号 这个自打上去 OK 那如果是按钮的话 一定是sub 如果是制定函数 就是function 那我们先用sub 按确定 门号 那接下来 那我要怎么样撰写 首先第一个 我讲过 习惯上会先按个tab tab就缩排 表示说我现在的执行是在 这个sub的中间里面 先按个tab缩排 做什么呢 特别注意 它的那个输出 你要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的话 在esale里面 你必须要先学会一个物件 叫sales cellss 这个sales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储存格 你要告诉他 请问一下 你要输出到哪里 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 输出写前面 被输出的公式写在后面 所以如果今天要输出到哪里 这个储存格是哪一列 第四列 倒点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出底是哪一个肉 第四列 哪一个蓝 第一蓝 当然你可以输入五 或者是我的习惯是输入这样子 一 你用五或一都可以 只是说呢 如果你用一来表示 看得比较清楚 用五的话你要算 尤其是后面蓝数 你可能要算 不好算 像U是多少 你不知道 你要ABCD一直算 所以你用一个什么 两个方法都可以 OK 然后呢 记得等于什么呢 等于 我要09 所以你就把这个09打上去 特别注意 这个有点像怎么样 在那个ecell里面的上面这个地方 资料编辑里的串接 串接的话是end 不过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的end 前后要空白 在VBA 在ecell里面不用空白 在VBA前后要加空白 这个是规则 你可能要记一下 09 然后呢 接下来我要抓什么 抓这个里面的资料 这个里面的资料怎么指定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样是sales 所以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 哪一蓝呢 改成F就好了 有没有 09 这一蓝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后面再串接 end 有没有 减的符号 先打到这里 你想说 那我试试看 可不可以啊 直接执行它 有没有 0911 减 诶 诶 但诚诚还没结束 那后面的话 当然还继续打 后面要打什么呢 end 试试看 这个东西084输出嘛 可是我刚刚有用到另外函数 就是用那个test函数嘛 可是呢 在VBA里面 它的test这个函数 它不叫test 它换了一个名称 它名称叫format 因为VBA的函数跟以色谈数 基本上没有通用 各自有各自的函数 所以这里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format 其实用format来代替那个test 钱瓜糊 那你要抓什么 抓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叫什么呢 就这个东西 所以把它复制过来 它这个是G栏 那怎么格式的话 逗点000 有没有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输出 输出的话 记得游标放这个里面 执行 084 那后面的东西呢 一样 就怎么样 把它继续再贴上去 所以 这边也是 空白记得把它复制 Ctrl C 贴上 这边的话改成什么 H 有没有 所以逻辑上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输入的位置不一样 这个 游标记得放这里面 再执行 有没有 输出了 可是问题 现在只输出一个而已 那可是问题呢 你要需要什么 整个全部都输出完吗 那整个都输出完 怎么做呢 那你想说 是不是Ctrl C 然后呢 在这边下面怎么样 Ctrl V 改什么 改4 改5 改6 改7 总共103吧 我看100 Ctrl向下 103列 那你是不是 那你想说 是不对啊 那这样不是写程式 变得很没有效率吗 那比那个在上面的还要更慢嘛 所以呢 有没有什么快点的方法 当然有 接下来你要学什么 重复 重复执行 也就是说呢 回圈啦 就是重复的叙述 那你要怎么重复 你要告诉他 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这个地方 接下来 你要去 拽写一个所谓的重复叙述 重复叙述怎么写 在上面先 Enter两下好了 按个Tab 它的重复叙述 一般是用4来表示 会多一个变数叫i i等于什么呢 第四列 到用2来表示 103列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NAS 那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i的值呢 在4到103之间做变化 那将来呢 你就把这个中间这一行怎么样 搬到中间 那我习惯会按个Tab键 说牌 表示说中间是我 被我执行的一个程序 OK 那里面的话呢 其实你很简单 4到103 那因为这边是4嘛 那你知道把它改什么 改成i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 它4 会先执行 然后NAS的意思就是 NAS的i 下一个 就帮你怎么样 加1 变5 变6 变7 一直到103 OK 所以你特别注意哦 再把什么 这个改成i 反正只要是4的地方 通通改103 通通改成i 这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就是重复叙述 这边也是一样 OK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i 好 改完了 最后呢 我们来看 验收一下 到底这个结果 是不是我们要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你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按钮 这边把它执行一下 不过 来 这边执行 执行它 OK 全部执行完毕了 那看一下是不是到最下面 103 刚刚好 有没有 到这里为止 好 最后的话呢 当然我会希望呢 再帮我增加一个所谓的清除 那清除其实怎么做 其实清除更简单 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我是拖拉 Ctrl键按下 其实CtrlC CtrlV也可以 我是Ctrl键按住 拖拉 它就是复制 Ctrl键按住 那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清除 这个后面 记得丢给它什么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在 VBA或Excel里面 就是这样子 没有东西 没有自串 这个在自串里面 意思就是清除的意思 就是把它清空的意思 我丢了一个空的给它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把它执行起来 这个地方 把它这边执行 我从这边执行好了 游标放里面 执行 门号 这样就OK了 好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当然你 如果在这边执行 那不方便 所以如果将来 你希望一个按钮 可以怎么样呢 让你方便去按它 该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 担核 突 tick 我 疸都 忍